我們進到簡報第十頁呢 先來認識一下我們的這個Smart開發板 那老師呢 您手上拿到的這一個 這一個 它本身呢 您可以先看一下 在右上角這裡 它有一個光明電阻 就這個等於是內建在裡面的 右上角這顆 這就是光明電阻 另外呢 在左上角 這個呢 就是一個三色LED燈 三個顏色的LED燈 還有一個原件它內建的是在下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很小的開關 真的是可以按的 只是這個呢 我們通常手比較大 要按不是那麼好按 所以有些時候可能會外接那個按鈕來做 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它的原件 那你左右翻過來 有沒有發現有貼貼紙 左邊翻過來有一部分 右邊也有一部分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它主要的一個 原件 那麼再翻過來後面這裡 我的這裡也有幫大家貼號碼 所以原則上這個號碼 應該會跟您盒子上的是一樣的 有沒有 您可以先檢查看看 看我有沒有不小心晃成裝錯 好 那貼紙貼的這個位置啊 其實就是它的那個Wi-Fi晶片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它是走Wi-Fi 所以說它其實 下面這邊喔 後面到接電之後 它這裡會有藍色的燈 就是它的電源 好 那我們翻回來的話呢 現在我進到我們簡報的第十頁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您已經看了齁 在這邊它的基本原件 我們剛剛有介紹 右上角光明電阻 有沒有 三色有一燈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 大家要認識一下電源 它本身因為透過USB接近來的 那USB提供我們五福特的電腦 就是電腦的啊 或者是你轉接那個 插座都一樣 五福特的電腦 所以它有兩個電源 一個就是3.3福特 那另外VCC 就是五福特的電腦 等於說它把這邊的五福特 就直接供應給它 好 這是它的電源 那電源這邊 紅色的就是正極嘛 所以呢 我們有另外一個負極在哪裡 在GND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個GND GROUND 這就是負極 所以基本的正負就有了 這樣電子就會有流動嘛 所以就會產生電流 那當然這邊也要讓老師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生活裡面不是有很多電池嗎 這裡面的電池 電池 來 這個大家應該沒問題 這個是一般我們常見的3號電池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有正負極凸的 這邊 所以說 在這裡 它是幾福特 這樣 有 這樣有看到嗎 呵呵呵 1.5福特對不對 嘿 這個很小 那現在的話呢 很多是不是都是離電池 那你看 那你看 離電池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離電池 那這些離電池呢 它們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您看一下 它們都是幾福特 這樣有看到嗎 3.7有沒有 3.7福特 那這個呢 是叫做14500 跟它的尺寸有關係 這個 叫18650 所以其實您可以上網找一下 14500 18650 這樣子就可以找到 有沒有 啊 只是上面看起來都一樣啊 那14500 基本上它的尺寸 就是跟我們的這個 3號電池一樣 所以你現在有些 看到那個電池盒 它其實就是 長得像這樣子 齁 但是裡面裝的是離電池 那 這個 18650 這樣一般 前的時間比較熱的時候 有些不是會帶這個 對吧 好 帶這一種啦 裡面它的那個就是 18650 所以現在都存比較久 會像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我們順便認識一下 OK 那 有了電源的認識之後 剛剛提到的 這邊是正極 這個 是不是就是負極 GND這個 好 GND這個就是負極 那 另外 它旁邊不是有一些 數字的角位嗎 對不對 好 這裡面呢 這些數字的角位 其中比較特別的 就是 您可以看到 在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幾個是有毛毛蟲的 有沒有這三個是有毛毛蟲的 這個我們稱作類比的 欸 不好意思齁 我用華書寫字 我寫一下駐英文 類比的 那 如果呢 您用的 您其他沒有的 就是數位角位 所以數位角位 這只有0跟1 它只會送這兩個訊號 但是如果是類比角位 因為它這三個 就是我們上面這三色LED燈的角位 所以我們不同顏色的發光程度不一樣 是不是可以產生滾出不同顏色 所以說它可能 欸 紅色綠色藍色 我可能是0到100 讓它就分階段去輸出 所以它就有不同的設定值 好 不同的值會回饋出來 這樣您了解的 所以你看我們認識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 電源 對不對 正負極 再來 就是這些角位 這些角位 原則上 這些角位大部分都能夠用 但是它有一些是所謂共用的 共用的就是像什麼 像我們在這邊 有一些角位 它上面有特別提到 在這裡 欸 什麼AD 有沒有光明電圖 後面有 中文顯示的就表示 欸 這個其實是在它內建的這個板上 跟它共用的 你看像 這個開關 它用的就是04 這樣了解意思了 好 所以 原則上我都會盡量找 就是這些沒有的先用 因為如果你有共用 比如說我用的12 那麼它在亮的時候 你的程式就會受影響 可是這看情形啊 有的受影響沒關係 有的不行 好 所以我們原則上 我都會盡量先從 沒有的 這些先做 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老師你可以先插電看看 先插電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感覺如何 現在呢 我把電源插上去 您觀察看看 首先第一個是後面 這裡有個藍色的電源 這個燈就不用理它 板子後面 我們要看的是前面 你有沒有發現它會先亮幾次 黃 那個紅色 對不對 好 再看一下喔 我把我的曝光先降低一點 好 這裡 有沒有先亮紅色 它會開始找我現場的Wi-Fi基地台 然後呢 它如果找到的 就熄滅 再亮一次綠色 最後再熄滅 所以老師如果現在接上去了 正常來講 應該你就是熄滅的狀態 這表示它已經接到我前面這一台Wi-Fi基地台 所以如果你回家 你沒有做任何設定 它就亮給你看而已 呵呵呵 那你就不能控制它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您就可以從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簡報第12頁這邊 有沒有 這裡我稍微解釋一下 您就知道說 從插電之後它的狀態去看 那背後這一個 背後也有個藍色的燈 那只是 它的電源而已 有沒有 背後會有個藍色的燈 這就不用理它 表示這樣 它有插電而已 好 OK 這樣子老師對我們開發板 有沒有比較認識一點 那 各位老師呢 回去的時候 因為你家裡面沒有這一台基地台 對不對 所以說你是要射成自己的 那這個我們下午的時候 再跟各位講怎麼設定 不然你現在設定完了 回家就 呵呵呵 其實呢 您如果說 因為我們這邊是走有線的 如果你是走無線的 其實是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現場 每一個Webduno的設備 具有一點像一個小型的基地台 所以呢 每一個都會有個號碼在上面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就好 就是像後面再跟各位介紹 那設定的部分 我就先暫時不講 原則上 現在Webduno的這個板子 它可以設三組Wi-Fi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家裡 然後出來也許你用手機熱點 對不對 或者在學校辦公室 你可能是設其他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設三組進去 那麼今天第一組不通 他就找第二組 第二組不通就找第三組 就照這個順序去找 這樣你就不用說 我換一個地方 我就要重新進去設定 這樣很麻煩 那以前是要這樣 但是現在新的 任題呢 就是有重新規劃 那另外Webduno的一個優點就是 它網站上有很多教學 就算你沒有來上這個課 應該七八成這樣 老師都可以自學 就可以看上面的教學 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個是它另外一個優點這樣子 OK